那請問一下你剛剛就是關入的時候看到什麼畫面 看到什麼方面 你說看到畫面嗎 對啊你剛剛關入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四次就是第四次第四次 第四次第四次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突然很像突然身體有種發很熱的感覺 然後就很像是有點像要睡著打嗝那種感覺 然後突然就開始有點畫面 然後就在一個房子前面 就有一些因為我覺得不像是看到 可是就有一個畫面在前面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一進去就是其實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神明什麼不確定什麼 但是他就在半空中 然後在半空中他就是踩著暈 然後都是在微笑的狀態 其實他也不是真的跟我講話 只是我問他問題他就是會有一個意念 好像在回答我這樣 可是他衝到的是微笑著 類似像心電感應這樣子 類似像感覺 他就是有時候跟在我後面走在前面 然後一開始其實到那個房子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那時候我突然沒有舉手 我只是自己在想說 這個是那個畫面嗎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有先問他說 可以帶我進去房子裡面嗎 對 然後他就有帶我進去到房子裡面 然後看了一下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一直很猶豫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這個狀態 對 所以我又退出來了 就到房子外面 然後他衝到的東西一直在我身邊這樣子 然後他衝到外面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這是我的房子嗎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旁邊 就會突然就顯示一個 我的名字這樣子 就在房子外面的圍牆上面 對 然後我又再跟他講說 我想要進去看一下 然後再進去看 其實一開始進去看 我就看到一個神桌 是神色的 然後都沒有東西 然後這時候我又再退出來 我才舉手 就退到門戶外我才舉手 因為我在想說 我一直在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就是有在懷疑 我很懷疑 可是又一直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後來覺得 就整個身體都很熱很熱 就是有關入的感覺這樣子 對啊 可是那種 因為我一直在增長 是因為我 那個畫面不是真的是 你閉著已經看到的那種感覺 可是就是有一個意向 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那種感覺 然後有些東西就是 你看到哪裡 就浮現那個東西 看到哪裡就浮現那個東西 這樣子 就是 所以你就是 感覺 後面感覺好像不是你自己想像的 這樣子 所以你才舉手的 對 因為我有點一直在驗證說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然後我就 因為他就是一個 他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 是 那當下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 我到現在其實也不太確定 他到底是不是 管世音圖詐還是什麼 但是他就是 給我感覺就是那樣 但是通常到來就是微笑 然後就是 看著我這樣子 那你這一次關路之後 你感覺怎麼樣 最後 其實是最後 因為 尤其是最後在戶外那個樹的地方 其實 就是剛剛最後一次離開 是讓我自己去跟他對話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了一些感覺 最後我沒有特別要求什麼 可是他就是突然 我的那棵樹白 就是乾乾的 就是一個很正常綠色的樹 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 不是很茂密 不是很有活力的那種感覺 可是 到後來的時候 我剛才對外玩的時候 他就是 跟我講說 就叫我 做我現在做的方向就可以了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畫面開始就是 那個樹開始變得 有長出蘋果 然後 開始比較濕潤的感覺 那周遭也有一些 應該是花還是什麼東西吧 就是開始變比較豐富的畫面 對 然後整個 就顏色比較豐富這樣子的感覺 那時候的感覺 覺得是一種 因為我當下並沒有要求 我只是跟他講說 我現在的困擾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神尊有知道那個困擾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那你自己 就是 神尊 你 看到這樣子 調理完之後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感覺 就 其實當下就是覺得 他好像 支持我 現在的 想法 就是跟我講 跟我講 就是 就是這樣做就可以了 有沒有得到什麼啟發之類的 就是你在問神尊問題 有得到 你自己有得到一些啟發嗎 或是 有啊 有開示到你 奇怪是他告訴我 我現在做的方向是對的 然後就是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就是走的 就是 感覺是會比較辛苦 但是是對的 然後 他會幫忙 我的那種感受 因為最後要幫我把 整個畫面變豐富 那種感覺 我最後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給我一個助力的感覺 嗯 好 那 恭喜你今天成功幫你 那 下次有機會可以再過來試看看 這樣子 好